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啊,这个苏伊士运河搁浅的这个Evergiven号呢,貌似脱困的第一步已经完成 我们大家看这两张图,它原来呢是大概是四十几度啊,船首相 那现在呢就改变到了这个十二度,也就是说呢这个船啊有点顺过来了 而且呢我们从图片上看,虽然这个船头部分还是在搁浅当中 但是这个球匕首呢也不是仅仅插入在岸壁当中了 据报道称啊,疏通和发掘的工作挖走了大概两万七千立方米的沙土 长次轮的船身呢也已经浮起来了 但是这时候啊并不能我们就马上确认这个航道呢什么时候能够畅通 因为还有大量的工作啊得准备 比如说这个长次轮的这个受损程度,这个稳性计算等等等等的太多工作了 所以呢越是到这时候啊越要谨慎处理 以免呢由于疏忽引发第二次事故 我昨天的视频呢跟大家分析了事故的原因 它的可能性之一呢就是岸壁效应 那么呢我从网上也找到一些资料啊 咱们来借鉴一下 大家看啊这个很明显啊 在搁浅之前呢船身是过于偏向于左侧了 就产生了岸壁效应 如果说这个你觉得还不明显的话呢 我们来看它的ARS轨迹 大家看啊它从这个南端的入口进入了 这时候速度是九点几节啊 不断的在上升 现在已经超过十节的速度了 现在十一节了 十二节 这前面有个转弯 实际上这个岸壁效应在这里 慢慢就开始显露出来了 这时候它传速已到了十三点七节了 继续向前 甩到右边 它肯定用大舵向左 大家看到吧 大舵向左 然后一下子甩到左边 这时候岸壁效应非常明显 它速度已经超过十三节 结果卡在这里 那其中这一段英文的意思呢 也是说的岸壁效应的影响 和我昨天的分析呢 是一样的 现在的船呢 是越早越大 操纵起来呢 也是越发的困难 就跟飞机一样啊 一个微小的疏忽呢 就可能导致一个灾难性的事故 而且这事故的发生啊 往往是一瞬间的 也来不及做什么反应 所以我想呢 这次事故啊 理应让整个航运界做出反思 思考一下啊 这种超大型巨无霸的船的 航行的安全问题 好 这期呢 我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再见 这期再见 谢谢观看